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嘩,厲害了 我今早新聞都說過一段了 今天找找OK仔這些科技達人跟大家說一說 TG Group,經常說TG Group Telegram,現在研究香港人禁用了 嘩,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 是啦 是啦,怎樣禁,能否禁得到 他怎樣玩法 做甚麼要禁 各樣要跟大家研究 請大家支持我們的Platron 下面五問計模廣告 有甚麼事呢? 這件事,有人就催到說 香港人遲些是否甚麼差都沒用 禁網啊 因為其實你封得一樣 就可以封很多樣的 嗯 即是Facebook,YouTube,Google,WhatsApp,V7 色情網等等,你封得就封了 你封得一樣就有 你要知道為甚麼他要封這個Telegram 是 為甚麼呢? 他就覺得裏面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簡單 二明就說到是私隱問題 私隱 關甚麼私隱事呢? 我們究竟在說甚麼呢? 我們先看看 他們說的話,究竟是誰說出來的 私隱署就說了 有很多所謂的起底訊息 是 那時候也在網絡上風魔阿時的起底 在網絡上就 就是 娛樂圈 娛樂圈 就是那些 可能不是很清楚 可能突然因為有甚麼事 紅起了上來 阿時一姐大起底 就像八卦雜誌一樣 其實娛樂圈那些起底 我想就沒有甚麼關係 不過如果你說是普通人 我看暫時的罪行來算 都只是給警察和議員 他們被人起底就算是一個罪行 算是一個私隱問題 有人就覺得 有人 就看看你自己怎樣想 有人覺得起底是否這件是甚麼事 有人覺得 Chill 合情合理 有些人覺得是合情合理 怎會合情合理 如果你做明星就行了 嚴明欺起底當然沒有問題 其實不是的 你看看你怎樣起發的 無論藝人都是 有些藝人不想被你刮到的 即是在哪個醫生裏弄了多少錢 其實那些都算是 被老闆爆了多少錢 但這些經常都說的 八卦雜誌 那些有些有少許煲水 有些就煲水敏 但是裏面就有 如果你說到政治層面上 可能關乎社會運動那段時候 有人就覺得 你現在把起底 有少許就開始 他們就覺得好像失控 失控 何謂失控 就是他們每個 有些群組 每個星期發起了200條的起底訊息 有這麼多的嗎 有這麼多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聽她講的 我看色情多的 是啊 是啊 他也是性情中人 你的報紙也有寫 是啊 你一定有這些群組的 啊 色情群 是啊 一定有很多的 那些色情群 就用來銷售黃島毒那些 恐怖了 什麼 有些是賣藥的 藥房來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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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聲 是啊 有什麼藥房來的 說這些 難道說什麼 雙風咳 那些說用一個泵 跟你泵 像他那些 是嗎 OK 制規 神油 你又需要用這些嗎 不用 我用神油就可以了 說這些 厲害 其實你 千奇百怪 什麼都有 現在的TV Group 變相 宣傳2 廣告平台 瓜咸圖就賣春藥 是啊 瓜咸圖賣春藥 然後問你 最重要是想玩得開心就有錢 那就教你賭錢了 是啊 嘩 那一條龍服務啊 誇張了 真的誇張 但是你說 至於那些什麼起底訊息呢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沒什麼留意了 他又看他們這樣說 起底就沒有了 拿那些YouTuber的頭呢 拿來Key在那些AV上 Deep Fake 是啊 Deep Fake 很多都有啊 其實 香港的肥蛙 有很多 小薯茄 尼辣的女兒 還有 司當真的女兒 全部都有 真的 玩到 那個好像變了 什麼 另一個 感覺上 很感覺上的九龍城寨 網絡版的九龍城寨 以前就在連登 是不是 連登都沒有那麼堅 連登 沒那麼堅嗎 哪有那麼瘋 他不是連結到別處 保約黨的 大哥 上到去 是啊 那些外國的 不合法 非法的外圍 網上賭博 好像有 有 我都說黃賭毒 全部都有 毒都有嗎 好像毒都有 什麼 那些叫什麼 那些 什麼 猛男藥 吃完那些 大隻仔的藥 不知道的 荷蘭菜 那些我沒有見過 沒有嗎 那些我就沒有見過 那些 那些 有的 有 問你買不買 有很多 陳出不窮 陳出不窮 這是真的 你問我 喂 是不是在香港 這些 我覺得 很多都不在香港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看到那些連結 那些人說話裡面 我不是說它是屬於什麼 我也不知道它是屬於什麼 國家 有一些 寫簡體字的 難道一定是內地嗎 可能馬來西亞也是 你見到 東南亞很多人 都可能寫簡體字的 世界各地 不同的環境的人都有 但是現在 他們針對著一件事情 純粹是本港 有些群組 施隱專員公署 他們說 有人 他們發現 嘩 去年 842宗 起底相關的案件 他說 就著這個起底刑事化之後 有25宗 個案 展開調查 跟警方做一個聯合行動 一起抓了6個人 另外有66宗個案 進行調查當中 透露 他說 考慮到幾次上載 起底資料的平台 設立黑名單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因為其實他們 當我關注到 近年絕大部分 起底信息 都是來自市民 常用的 Telegram 民族 常不常用 你問我 香港人很懶 用很多Whatsapp 是 很多人都用Whatsapp 之前有人說 不用Whatsapp 抵制Whatsapp 轉Signal Facebook也說不用了 趨勢 真的 懶得搬 怎麼搬 十幾年感情 不是的 是習慣性 是的 你和吹勢是潮流 你的大潮流要先動 你只不過 那些風的浪子 有人會轉 我也明白 有人會轉 你說 我不喜歡用Facebook 我不喜歡 豬豬百駕 那些人有什麼立場 沒有所謂 等同 Elon Mask Twitter 有很多機械人帳 這是每個人的看法 但是你說 是不是香港市民很常用呢 是不是很主流呢 是吧 如果看色情的東西的話 是吧 我相信它取代了一些位置 涵網的位置 因為實在 太多古靈精怪的資訊 在上面 真的 五花八門 真是五花八門 精彩到絕倫 那當然 有很多都 我覺得是流料來的 假的 就是那些相片 這些就不再多說了 但是 政府 或者私隱專員公署 就覺得 他們看到 每個星期 在Telegram上面 都多了 超過二百個起底訊息 就算政府 如何努力去成功刪除 它就像烏鷹一樣 兩三天又出現了 他說 由於涉及起底訊息 數量非常龐大 現在 私隱專員公署考慮 首次引用法例 停止或者限制市民 去相關平台 就是禁止你用Telegram 香港人直接進不去 不讓你進去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你用法例 那你如果用 什麼 VPN 你也會犯法的 如果這樣 有人 看到你進去用這個 無論你看什麼 也好 你怎樣重重也好 但是 那件事是你不給用的 是 你現在究竟是 進去犯法 還是 封了你 很簡單 你使用Telegram 已經是犯法的時候 是 你不用你用VPN都可以 是啊 因為你拼到Telegram 已經是犯法的時候 是啊 所以接觸點在哪裡 那連Google 都不能上架 Google Pay 但是你控制不了Google Google Pay 上不上架 就關於Google的事 是啊 對不對 那你怎樣可以阻止我下載 我 我阻止你 你下載下來沒問題 那如果你有這個能力 麻煩你幫我阻止Google 裡面的有毒的 那些 又說檢查我們什麼 檢查我們什麼 不是啊 你明白嗎 他阻止不了你下載 他 可以在香港地區上架 不過可能要跟別人說 是啊 是啊 那又或者 好了 到你下載下來之後 因為你聯絡到別人的apps的伺服器 很簡單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一件事 馬會的apps就做到了 啊 怎樣 馬會 很簡單 你身處不在香港 你是不能上馬會apps的 這樣 不可以開頭 他告訴你 你身處不在香港 他不能進去 他檢查IP VPN行不行 我沒有試過 那就是啊 我沒有試過 有VPN還用說這些 衝骨小精靈 我在美國玩 那當然 有些事情犯法 是不是 一接觸到Telegram 就屬於犯法 所以看看他的法例如何整 是啊 有人就覺得 因為 那個 槍決行為 他們覺得 起底行為很槍決 所以 現在想著 就要動一動 但是 有人就覺得 喂 是不是容易用的呢 那究竟現在 個人私隱專員公署 他用什麼法例去 暫停他們上去用呢 有人就覺得 嘩 會不會導致到 軒一發動全身 接下來越來越多軟件 用不到呢 有人就說了 這個政府 或者個人私隱公署 私隱公署 就是考慮 首次引用 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 第66L條 所賦予的權力 停止 或者限制市民 連接到相關平台 有關訊息 發佈所在的部分 或者甚至乎整個平台 嗯 消息人士坦然呢 一旦引用這個法例 嗯 技術上是很難 剪一些不剪一些的 是的 對 很簡單 什麼叫剪一些不剪一些呢 就是你 去 用 好像用YouTube 簡單的用YouTube 它不能鎖一些不鎖一些的 這些是只有YouTube才可以做到 你在外界 只有能夠做一件事 就是鎖不到YouTube 或者你一天就能看到YouTube 你不可以說 因為我只是想讓大家看五仔 其他人不看 沒有的 沒有的 不好意思 政府沒有這個功能 我相信 要不你叫YouTube 又弄了這樣的功能 是不是 因為你進去別人的伺服 或者平台是經網絡連接IP 或者你背後是經過進去什麼伺服 那你政府 很簡單的 就是把那些IP封掉就可以了 就是 你香港的網絡供應商 你只要退出去海外的時候 封鎖這些IP連接 那你就不能進去那個平台 但是 現在有些人就是說 沒有辦法 你選擇一些 又不想完全影響到香港人 只是選擇一些某些伺服 或者某些群組 看不到 香港進不到 是做不到的 是很難的 是很難的事 所以 他們就說 有機會 一下子鎖的話 是整個平台用不到 甚至乎 你搞到整個 Telegram這個APP 做不到 用不到 要刪除 這件事 個人私隱專員公署 他就說 他們做出這個決定之前 一定 就會考慮公眾的意見 希望市民 考慮 他說會考慮 我沒有所謂 我不在那裡看別的 問題是 我不搞那些事情 他就說 希望市民明白 為何要走這一步 或者走到這一步 走到這一步 但有沒有用呢 你說不讓你用 你說起不起底 他只是一個通訊軟件 你這樣想 這個世界 這個網絡上面 叫做什麼 五花八門 五花八門 那些東西 你殺了一個APP 可能他一天 第二天又有另一個APP 對 網絡上面 很多軟件 找到吃 軟件的開發商 誰知道你拿來做什麼 我打算拿來通訊 是不是 好了 你把這個 下一個上來 那又怎樣 做一個TB Group TA TC 很多 你又再立法 你按下一個 除WhatsApp以外 你只能用一個嗎 難道 或者微信 對 微信也好 很多字都不能出 對 微信也不錯 要是你叫香港人 情慶用 你其實應該 反過來 你到最後 會不會有人擔心 對 會憂慮 就是說 你到最後 可以按這個 因為你五花八門 千片一輪 對 到最後 不如你想控制 那些人 只用一種 不准 他會自動過濾 鎖了你的 一起底 關於敏感資料 會自動停止你的 會不會好像 例如 有些軟件 才可以做到呢 這件事 不知道了 看來 可能 就要看看相關部門開會 不過 有人就這樣說 怎樣 香港資稅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方寶喬就覺得 他說 封網上平台的技術 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 因為 俄羅斯政府 曾經在一百年的時候 都嘗試搞這個Telegram 即是不想被人用 俄羅斯已經有了 那些飛機大炮了 封鎖它的IP的Adress 到最後 反而誤中附居 怎樣 導致其他網站都看不到 就是想封你Telegram 大家不能上去 導致你打算上去馬會網舉例 也不能上去 你明白嗎 俄羅斯人 他們自己想著 只封Telegram 都做不到 會搞到影響甚遠 所以 俄羅斯都放棄了 因為 講到說 這個 所謂的網上平台 不是用單 FIX的IP address 不是要求 互聯網供應商封鎖就可以 因為 這個IP可以不停轉換 是的 即是 你住址 你家裡的地址 經常都改變的時候 很難去封鎖 其實 Telegram 這些外國勢力 不用 就有 這樣 是不是美國 還是英國做的 這件事 但是我看到 維基八科 原來 Telegram 是由這個 叫做 杜洛夫兄弟 杜洛夫兄弟 是俄羅斯最大的社交網 服務 始創者 來的 俄羅斯做的 俄羅斯自己都想著 封他 都封不了 香港封不封得到 將會有一個 很大的問題 是的 有人就覺得 不如 對 就像我們所說 要是你立法 用Telegram犯法 你覺得這件事 是不可行的 難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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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除非要求 Telegram 停止 終止 香港服務 這樣會容易 由香港這邊 向外出發 封他們的Telegram 道理很簡單 因為服務 是別人提供出來的 我們是連結進去的 那個 那個用家 那你 你的Telegram 是否特別容易起底 為何要封這件事 不封Whatsapp 不封其他東西 因為功能問題 有什麼功能 有什麼功能 是 有什麼功能 是否可以自動消失信息 加密 保密信息 做得好 我們看看維基百科 說什麼 有什麼功能 有什麼分別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還有色情多之外 不是的 因為說到裡面 他的信息 是會有這個叫做 加密信息 何謂加密信息 就是說 其中一個功能 就叫做 秘密聊天的功能 是 就是說 端對端的加密通訊 而且 要經過兩個特定裝置 登入之後 你去談談 因為官方說 使用者 你用這個 秘密聊天的方式 去談談的時候 第三方 包括管理人員 都沒有辦法 可以拿到裡面 說你們說什麼的內容 而且 裡面的內容 是會設定為 自毀訊息 就是說 某一個時間 裡面會刪除所有 裡面的對話內容 更加說 是沒有辦法 去拿出來 這件事 有人就覺得 因為 有很多 叫做 加密的行為 好像感覺上很安全 也很難去找到 會不會比較 信得過呢 有人就 所以 會用Telegram 不用 因為 WhatsApp 有沒有刪除 純粹有 都是人手刪除的 是吧 不知道 這件事是純粹 每個人覺得 這件事是否穩妥 Telegram 是不是比較穩妥 好了 問題就是 有一個問題就是 嗯 我現在想 今天Telegram 如果 人們轉學 用了微信 用IG 用不同的APPs 用WhatsApp 或者Youtube Youtube留言 這件事 封不完 你 你可以說 喂 你可以拘捕人 不是 就是那件事 對 你拘捕人 你打劫 不對 要警察拘捕他 你不可以封金譜 你封金譜 封人不讓你賣菜刀 對 是吧 是 封封鐵路 因為你不可以搭地鐵出來打劫 這些問題 總之他做錯事 你就拘捕他 你直接封了他 是 好像不太合理 當然他會覺得 有人做 有人做這些 起底訊息 有人做這些 固然是可 就是 黑人爭 犯法 更加講到 因為 他們的訊息 除了 也除了 圓圓不絕 他們應該要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制止這個問題 而不是說 這個問題 不只是Telegram才會發生 是不同的通訊軟件 不同的平台 正所謂網絡上必有痕跡 你很簡單 講到說 有些人 香港人 看 香港很有趣 你在內地看的劇 什麼 愛奇藝 很多不同的軟件 說你在香港 因為你不在內地 所以不讓你看 有些戲 是這樣的 你在內地才可以看到 香港人是很有趣的 其實不是很有趣的 在網絡上必有辦法 就像剛才你說的 用VPN 用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回到內地看 看一些劇 因為香港可能要看 要付錢 或者是版權問題 內地有些軟件 可以讓你看到 那 你怎樣 你怎樣盜絕它 盜絕不到的 你內地怎樣 封極都有 有些東西都是 對吧 即是你說 直播打賞 或者那些色情形 你內地封得封得 所以他也是研究 研究 他要談 他要想 就著這方面 大家可能會無限大 就是說 今天你封TG 明天會不會封WhatsApp 封Facebook 我們香港人 會否要轉用小紅書 是不是要轉用百度 好啊 不能用Google 即是看影片 我們是否要來 去BillyBilly 他封TG Group 如果人家做金融 那些 有些什麼 金融 自己用 會不會有另外一些問題 其實 接下來 這件事就要看 政府 那個 會影響到香港的金融體系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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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有這些消息 一出來 到最後會變成怎樣呢 就是說 有人就說 一定是外國傳媒 大做文章 香港 那些自由 什麼什麼 都沒有了 是啊 肯定是這樣 可能政府那邊 就說不是 因為有人 起底 將個人資料 私自 放上網 導致個人資料 洩漏 這件事是違規 對的 我明白 我明白政府想說什麼 但是 他應該是拘捕人 而不是拘捕 那些 他究竟 是不是香港人做的 這些事情 是啊 他經常說 害國勢力 那如果是不是香港人做 所謂的起底的事情 如果是香港人 他就可以找到 找他出來 是不是 如果不是 為什麼不是香港人 可以找到這麼多資料出來 這個是網絡安全問題 是啊 一掀起 想想很多問題 千蟲狼 其實 待會沒有TG Group 又有別的 就是無聊 不就逐個封 封封封封封 又要唱首歌 是啊 那怎麼辦呢 到最後 還是要走回 有些人說 不如轉用微信 全香港人 因為微信有方法 寫apps 他寫得好 有些東西會過濾 自動同類 或者不讓你做些犯法 又有這些功能 那不如是否全香港用微信 這樣就看你自己怎麼想 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覺得 封TG Group 是否可以做得到 斬腳趾 是啊 他拘捕一個人 其實他找到人 他找到 他每次都找到 對 他都說跟警方做一個聯合拘捕 都做到人 哎呀 你這些 怎樣 叫做 殺一警百 捉到出來 是不是 然後被人 人家覺得害怕 好像很簡單 像國安法一樣 這裡又拘捕 那裡又拘捕 然後那些人 現在這條街 多舒服 某程度上 可能TG 那種所謂的軟件 對於個人資料 或者私隱的問題 很有趣 他感覺上 你在裡面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某程度上 又很難可以查到別人 究竟在哪裡說話的 那麼這件事 就被人感覺上 好像 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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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特別的平台 因為其實 不是說只是什麼 喂 原來TG Group TG Group 以斯蘭國都拿來用 連以斯蘭國都可以用 嗯 如果被人帶作文章 香港就有什麼 以斯蘭國 他本身的Telegram 都移除了250個 計算紀錄來講 是關乎以斯蘭國用的東西 是啊 喂 其實 我覺得 還有N號房 都是用TG Group來用 這樣嗎 其實 感覺上 TG Group 會不會是一個 犯罪的 溫床 會不會政府 跟TG Group 因為TG Group 曾經暫停過 處理 對香港政府 索取用戶數據的要求 即是 拒絕 放一些資訊給香港政府 有人會覺得 喂 你好像不合作 又做了這樣的犯法 那是不是應該要停了它 那不如 反過來 跟Telegram說 有很多個人私隱的東西 經過你的平台 發放出來 為了香港的法律 要不然你都停了它 要不然你都要求你取消 我不要你扔這些資訊 什麼都停了它 以後只准打電話 是啊 寄信 是啊 然後拆開你的信 看看裡面寫什麼 以前你要搞 你以前的ICQ 都沒有人搞事情 沒有 ICQ那些年代沒有話說 有銜照嗎 沒有這些東西 總之 總之 其實真的 其實又要看那套 武藏元蘇黑衣 對不對 黃帝 明白的 是 誰出來黑食 國泰文安 現在也是國泰文安 不過他也是 他也是居安司 他也是研究 他也說會跟公眾人物說 公眾人一起研究一下 那些 有漿糧計 那些人 Cash me if you can 現時的科技 實在太發達了 是啊 你有電話在身上 就有千千萬萬個 Telegram 他在遊戲裡面聊天都還可以 對不對 他真的是 那遊戲裡面跟人聊天 互通訊息 發出相片 你咬他吃嗎 然後又停那遊戲 是啊 沒有啊 你太多 網絡上實在能夠 發出太大了 沒錯 到最後呢 可能大家都會想一件事 是啊 鋒網 是啊 下次再說 拜拜